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合約訂單完了以後呢 主要目的就是說 訂單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採用合約的方式 目的是 讓大家呢 讓這個廠家可以 用比較優惠的 或者說大量採購的方式 那我們 接下來 真正 廠家要跟你下訂單才算數 所以呢 現在客戶給你做訂單 那在這裡有一個訂單作業 那或者在這邊 訂單系統裡面的基本作業 基本裡面有一個訂單作業 看一下 訂單裡面的 我們這邊有一個直接可以在這裡寫客戶訂單 那在這邊的話 你們看一下你們的課本 在五至十八頁 五至十八頁裡面開始做的是訂單 然後呢 因為訂單裡面呢 我們可以在日常的異動處理裡面 有一個叫做訂單 訂單裡面喔 還有呢我們也可以在 在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 你們的 第幾頁 在五至十九頁 有沒有看到 好 那我們這裡面喔 我們就直接在這裡做一個訂單 訂單系統 訂單在這裡 客戶訂單 或者在這裡有一個客戶訂單 對不對 日常異動 好 進來以後呢 一樣的 一定是新增 然後呢 單別要選囉 這個時候要選喔 這要選配銷模組的訂單 而且是內銷的 好 你選他 選他以後呢 接下來客戶代號 客戶是誰 客戶是 達勝 好 接下來比較有幾個選擇 一個選擇是 你直接在這裡面輸入你的品號 一個一個輸入 或者一個選擇 但是這太費時間了 如果訂單是 當然之前直接下訂單 你沒有報價單 也沒有合約訂單 你就直接這樣輸入了 方法都一樣 如果已經有 合約訂單 或者報價單的話 在哪裡 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叫做 複製前置單據 記不記得 前面 跟前面不一樣喔 前面我們 我們再把前面 抓出來給你看 如果合約訂單 作業裡面呢 你要在 你要在哪裡 你要在 譬如說好 第一公司 你會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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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在這個地方 可以直接找出 報價單別 如果有的話 你可以找到它 直接輸入 對不對 會在這裡找的喔 好 可是呢 剛剛講 如果是 訂單 訂單 不是在這裡找的 訂單 不是在這裡找 而是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做 複製單據 複製前置單據 它的前置單據是誰 這兩個 一個是報價單 一個是合約訂單 看是哪一個 如果是報價單 那你就把報價單的單別 找出來 是這一個 好 然後確認 它就已經把 你前面的報價單的 資料通通出來了 包括 它的數量啊 對不對 數量 在這裡 有沒有 單價 好 數量還 數量這裡面有 數量喔 也有 直接就找出來了喔 這是一種方法 另外一種方法呢 假設說 我新增 找他 找到 國內 配銷內 然後呢 一定要把 這個 廠家找到 然後 注意喔 我在這裡 前置 複製訂單的時候 有合約訂單的話 我找合約訂單 也可以 它就會在這裡面出現 確認以後呢 同樣 它會把 資料通通帶進來 這樣知道吧 然後 後面的程序 完全一樣 就是 儲存 然後呢 再把它 找出來 把剛剛那個店 找出來 在這裡 達成在這裡 它就這裡 然後呢 一定要 確認 確認之後呢 會有一個盒子 有沒有看到 好 當然如果老闆可以 也可以把它取消確認 這是很簡單的一個叫做 訂單的作業 那好 如果訂單作業完成以後呢 我確認了 然後我發現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我發現說 我的訂單有一些要修改 我要修改什麼 要修改 譬如說 我的數量要修改了 那我必須怎麼做呢 我要在 我們會在哪裡做 要在訂單的變更作業裡面做 訂單的變更作業呢 你看一下在哪裡 是不是在這裡 在訂單的日常異動裡面 有一個訂單變更作業 好 我還沒有找出這個訂單變更作業之前呢 我還是把 剛剛講的訂單呢 我找一下 剛剛那個訂單 你們發現 這個訂單 這裡有沒有看看板次 看到沒有 這也是考題喔 你新建一個訂單的時候呢 它板次一定是000 第0版 第0版 好 如果說 現在呢 我做一個變更 變更以後呢 要一個 這考題很重要 一定是新增 它不是找裡面舊的喔 是新增 然後呢 單別是剛剛那個單別 應該是這一個 好 它就把 是這個嗎 好 然後呢 變更的次數呢 已經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 001 版次001 然後變更的內容是什麼 你在這裡加 譬如說 剛剛這一個 A這個品項 我變更 我變更 什麼呢 數量 假設數量呢 我變成40 如果變了以後呢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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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後面 加上一個 對著 對著變更原因 變更原因 變更原因 要寫 譬如說 我在這裡給他寫一個 我打了一個數量增加 好 為什麼要寫呢 寫了以後 你後面可以查得到 假設我還要再變更一個 我往下 再變更 同樣 B這一件 我的數量呢 不增加 也許我什麼 折扣率改變 因為這個 這個已經有折扣 所以我折扣改變 95 那我在這裡呢 加上一個 變更原因 我把它變成折扣下降 好 百分之五 我把它寫出來 好 那接下來呢 一樣的 不要忘記了 任何一個都要怎麼樣 儲存 儲存完以後呢 還是一樣要給你的主管去審核 好 就是這一個 版4001對不對 而且是今天 那 確認 他會有一個核子 好 那剛剛喔 剛剛你們 我們 有特別給你看 說這個病 定 這版40對不對 這是前面的喔 我把它去掉 我再查一次 你看喔 我再把剛剛那個訂單 訂單在這裡 再查一次的時候 你會發現 有沒有出現一個版次001了 就表示它修正了 而且還有一個喔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喔 我們可以在版次裡面呢 只要有 只要有版次出現的 我可以在串查裡面 查出歷史變更資料查詢 然後 這就是歷史變更查詢 查詢 查詢裡面呢 我特別有 有一個原因 數量增加 或者 這個地方還沒進去對不對 這應該是什麼 折扣 折扣吧 好 那 那 這裡面主要目的就是 你可以查它的 整個過程 可以查它的過程 然後這樣就完成了 好 那如果這個作業程序 沒問題 那同樣道理喔 我可以在這裡 告訴你們 所有的變更 都是這種做法 我舉例說 我舉例說 如果合約 合約訂單要變更 一樣 你還是新增 把剛剛那個合約找出來 是這一個合約 合約已經 剛剛已經有這個合約了 我要變更什麼 我一樣 我增加一個序號 是這一個 我要變什麼 他已經有訂購的 不能變更 他會告訴你 那我在這裡呢 我看折扣 我折扣率 看能不能改 改成80 好 那我就必須要在哪裡 變更原因裡面寫說 折扣率 好 如果這樣的話呢 我確認以後 折扣率 合約並單 反 是這個嗎 好 好 板刺002 好 好 那 確認 好 5-25呢 有另外一個叫做 我們的 訂單的 變更作業 好 5-21跟5-25 那今天練習呢 這個做完以後 練習 這個練習呢 是 5-21 跟5-25 兩個練習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練習一下 那我把這個畫面懷 回傳給你們了